肺部癌細胞已經侵蝕了骨 需要將腫瘤和椎體骨一起切除 再植入太金屬固定 Watheer,聯合手術 你有沒有跟唐明醫生商量過? 我們同意先處理好病人的肺部癌細胞 唐明醫生估計手術時間不會超過一小時 然後我們再在同一個傷口擴大至7cm 完成我們這一項手術 這樣會令病人康復的時間也會快一點 你等著跟Yan溝通一下 稍後手術一同做個輔導 爸爸已經答應了一會兒拍片 放上醫院來網盜 你不用擔心, 爭取時間多點休息 稍後手術可能需要多點時間 我想問一下, 如果爸爸不答應的話 你會不會幫他做這個手術呢? 你知道我從來不會回答一些假設性的問題 我剛剛沒有調查就是一個普通人 莊哥, 稍後拍攝完這段影片之後 希望我入了手術科之後才放上網 我以為沒問題 拍攝完之後我會跟你在另一方面說 我開始了吧 Dr.Royer, 你看鏡頭就可以了 行了, 一、二、三,開始 各位名成不過同事, 大家好 大太陽 大太女 阿鐵, 見到你就對了 阿鐵, 我已經有心理準備了 這次不一定是在手術室出燈 不過, 我真的很想知道 如果你掌握的醫改可以通過的話 名成不過, 究竟會變成怎樣 放心, 如果真的有這一天 你一定會親眼看到 阿鐵, 到時候你就會知道 你一直堅持, 全部都是錯的 成你貴言 唐明醫生準備好了 推大太女進手術室 知道, 大太陽 阿鐵依掉 阿鐵依, 打算 他要給你, 我要給他 如果我們想關心, 就可以了 病人年紀比較大 要連續做兩個手術有一定的風險 我們要用最短的時間 去完成我們這一部分的手術 確保病人出血量最少 讓他有足夠的心肺功能 完成下一部分的手術 各位明星伯格同事,大家好 相信大家看到這段影片的時候 我應該在手術室裡 接受磁垂腫瘤的手術 我想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我身為醫生 為何會把這個手術一拖再拖 我並不是戀真權威 也不是威責技術 我只是想,我有很多事未做完 我希望我在明星伯 遺留到最後一天 但是我高估了自己 我做不到 有肺腰的癌細胞已經完全切除 開始只是醫管部份 通知YT十五分鐘後接受 大家不需要為我這個手術擔心 因為負責的這兩個主導 都是香港最出色的醫生 無論我這個手術結果如何 但是我相信我不會再是明星伯的院長 也很可能我會退出香港的醫學界 所以我希望趁我還是明星伯的院長身份的時候 和大家說一番說話 這幾年 我一直都很關心 公營醫院改革的問題 但是,我相信大家應該很清楚 我們依法局提出公營醫院上司的方案 我也黏著反對的態度 但是,昨晚我沒有睡,我已經想到一整晚 那當年你對我的堅持是否錯呢 最後我得了一個結論 如果被這個方案通過的話 將會是一個大災難 就算我不是明星伯 我不是醫學界 和我同一個理念的朋友 都可以繼續我的信念 不可以被這個方案通過 YT,怎麼會這樣 唐明不是跟Dr.Loy談判了嗎 爹地明明答應了 YT,可不可以我們做完手術之後 希望我再跟爹地說,重新發聲明 好的 唐明那邊的手術已經完成了 YT,如果你真的不想做這個手術 可以幫你做著刀這個位置 當然不行 YT,這個手術沒有你不行 可不可以做這個手術 你記不記得你問過我 如果你爹地不答應 我會不會幫他做這個手術 我現在給你一個答案 會 準備好了嗎?走吧 來吧 YT,我給你原定時間做了十五分鐘 你又多點時間用 跟他倒杯咖啡 我會準時完成這個手術 你多出來的十五分鐘 我一秒也不會用 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 我會不會很遇見 在跑平成的事情 我們來做個財産 可以可以嗎? 我們去幾個年